您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直到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也必須能夠再看到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走得更遠更好 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雖然我們常會說 看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的問題 但是有些事情 可能你連他的正義都看不到 因為媒體的報導 事實上並不是太多 包括我們長期以來在過去做了好幾集 有關於精神衛生法 修法的議題 或者是我們今天要跟他談到的 我覺得還蠻重要 就是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 這樣的一件事情 在主流媒體相對之下 可能報導的不太多 但是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病體 特別是當我在做這些準備的時候 才會發現 哇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的細節 我是沒有注意到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來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其實從已經有15年沒有修法 所以今年的這個立法院 因為這個苗栗造橋的這個德方教養院的這個事件 好像又開始重啟了這個修法這件事情 那但是在過程當中 似乎有一些身上的朋友 身心障礙的朋友 對這個修法的過程 以及法條是有一些意見的 所以呢 他們就發起了一個行動 叫做台灣障礙者黑子革命 那他們透過跟中國一樣 指的白子 但他們指的黑子 來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邀請到兩位來賓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來討論這個議題 第一位是林均傑 均傑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均傑是台灣障礙者黑子革命聯盟 的召集人 但他同時也是台灣身心障礙者 智力生活聯盟的理事長 另外一位是曾經上過我們節目的朋友 李雲 李雲你好 大家好 李雲是台灣精神受苦者群聚 對不起 李雲是台灣精神受苦者群聚會的發起人 好我想 一開始我們還是從這樣的一個黑子革命 開始談 就是在12月5號的時候 其實民間團體 台灣台灣障礙者黑子革命聯盟 曾經出來召開記者會 那在這記者會裡面有提出了是這個 衛服務雖來要修法 但是你們覺得這個修法的過程是過於倉促 那沒有讓障礙者有這個參與的這個機會 或者參與機會相對之下並沒有那麼的充足 為什麼你們會出來抗議呢 怎麼為什麼覺得是不夠的呢 就是其實這個法 聽說是在108年就有進入討論了 但其實在裡面他們召集的一些討論的團體 或成員裡面比較少是有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相關的 本人組成的團體來進入討論 那我們覺得在這樣的會議 非常重要的會議裡面 身心障礙者主導營運的團體 進去討論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們在討論的過程 都比較是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團體 或管理身心障礙者的團體 所以這個相關的決策跟利益的優先順序 我們覺得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會覺得 我們會需要有更多的參與 然後去決定一起去討論 決定有關於我們每一天生活相關的政策 那我們是聽到12月初 我在想可能會是因為是 10月3號是國際申請障礙日 然後他們可能會是趕在這個時間之前 想要把這個法快速通過 那其實老實說 這個法要怎麼樣的去被討論 跟通過到整個過程 我們都是從旁邊的人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也很不了解 這整個的動向跟狀態 但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出來發聲 表達我們的不滿 然後讓這個法能夠暫緩 然後多加我們的意見這樣子 呂雲也是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你也覺得沒有充分的 讓這些身心障礙者的自主的團體 或者是以這些朋友為主 主要組成的團體來參與這些討論嗎 主要是因為除了沒有我們參與 不能被我們決定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是 他們參與的結論不太道點 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他們沒有提供之後 他們提供很多多餘的東西 比如說他們有很多關於教養院的東西 他們的規則是讓負責人可以退場 可是負責人退場 你等死很多人了 那我們前面那麼多人 我們不早點管理早點介入 我們到等事情發生之後 才做的決定又太晚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改變 它裡面的一些決策 然後不要讓那麼的不實用 這樣因為障礙者本人才知道怎麼樣 還是最實用的 嗯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待會我們剛剛也在跟大家繼續談到說 如果這個教養院出了狀況 然後退場的方式 應該要一個什麼樣的程序 不過剛剛兩位的意思應該是說 這樣的一個修法的過程 其實邀請的是一些服務團體 例如說我舉例了 可能例如說像伊甸或者是其他的這種 跟身心障礙有關的服務團體 但是你們是屬於這個身心障礙者 所組成的自主團體 可不可以請兩位先來介紹一下 你們自己的組織 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然後成員有哪些人 然後你們組織成立的這個 宗旨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從一個地方性的組織開始 慢慢有一群障礙者 因為意識到其實很多障礙 是由社會結構的設計不平等造成的 比如說很多地方沒有無障礙的設計 然後因為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一群不同障礙者聚在一起 希望能夠跟社會發生 來去改變我們整個社會的政策 跟環境等等的 然後後來我們又在歷經多年之後 尤其是障礙者要去組成團體 因為就很困難 所以我們其實從地方性團體開始成立 然後一直到成立全國性團體 也歷經了差不多8年左右 對所以我們就成立了自立生活聯盟 希望能夠透過全國性團體 影響中央的政策 所以均傑是臺灣身心障礙者 自立生活聯盟 什麼叫做自立生活聯盟 就是你們期待的是一個什麼樣的 自立生活聯盟呢 自立生活的形式呢 就是我第一個剛剛講到的 就是很多的障礙 大家過去都認為是我們 身體結構或身心狀態的限制造成的障礙 可是我們強調的還是會 會屬於環境跟政策的問題 如果環境政策有考慮到不同的需求的話 其實這些障礙就消除了 那我們自立生活就是代表說 身心障礙者可以跟所有人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自由的出門 搭交通工具 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就學就學不應該有受到任何阻礙 可是現在現實狀況就是受到很多的阻礙 所以我們的目標的希望讓障礙者 可以融入到社區 跟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不因為自己的身心狀況不同 而有限制這樣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有很多的 你們的主要認為應該這樣講說 所謂的身心障礙者的生活不便 不是單純的一個身體上面的問題 它跟整體的社會環境是有很大的關係 例如說我們的就學的機制裡面 例如說這些所謂的相關的輔助的措施 或者是說我們大概比較常清楚的叫做無障礙空間 那它的不管是交通也好 或者是一些道路奇樓也好 它其實都有很多 不只是對所謂的身心障礙者 可能對所謂的正常人 都是一些不友善的 所以這其實根本我好像在這裡走路 我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智力生活嘛 所以不是說我們好像身體有一些 這種不足的地方就覺得好像沒有用 但是不是的是這個有沒有用 不是我自己看的問題 而是整體社會結構文化制度 或是什麼的空間設計的問題 那李雲的組織叫做台灣精神受苦者群聚會 那這個組織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主要是因為精神病人 我們遇到的問題比較不是說環境障礙我們而已 而是整個社會整個社會結構要壓迫我們 比如說我們就是想的不一樣 就被抓去一集成病人關起來 關久了之後我們就變成有點退化 因為久了就被關在一個空間裡什麼都沒有做 那退化之後他們就說 我們是因為病情退化要更加管控我們 因為我們很危險 這個整個結構都是不斷在迫害我們 然後不斷加害於我們的狀況下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返還我們一些應有的權利 所以我們是以權利返還的概念去思考這件事 比如說障礙者也是 比如說今天如果我們全部的人都是人意使用者 那一般正常站起來的人要蹲著走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覺得說其實是不公平的待遇造成我們的障礙 而不是我們的身體不同造成我們的障礙 而且包含我們講受苦是因為我們覺得 所有精神障礙者都是受苦的人 我們不是瘋子 我們不是只是一個奇怪的人 我們是在受苦中變得不一樣 可是那一樣都是有原因有原則的 而不是我們就是一群腦子壞掉的人這樣子 嗯嗯 所以有很多的問題還是一個制度跟結構文化的因素 君姐也要補充 對就是我剛剛講的比較多是社會環境的一部分 但其實我們也有一些心智障礙朋友 或精神障礙朋友的部分 我覺得社會態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硬體會這樣形成就是跟他的觀念態度有關 那像我們現在很多會議節奏也很快 或者是那個文字非常的困難 那對我們一些心智障礙者 或理解度低的人來講 其實這些東西都沒有去做調整 那造成就是很大的障礙 所以我要補充的是就是其實 不管是硬體的或者是態度 整個社會觀念都是我們要改善的部分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什麼樣的人去做這種所謂的空間設計 他就會設計什麼樣的這個空間的結果 那同樣的什麼樣的人去參與這個立法的設計 那他就會設計什麼樣的立法的結果 那我想這也是你們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非常強調的沒有錯 的確有些照顧團體 他們其實是跟這些身心障礙者是接近 或許他們也能夠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 來去思考問題來去做法規的嚴禮 但是畢竟不是當事人 當事人怎麼樣在這個過程當中有自己的角色 有自己的意見能夠發表 能夠參與到這個立法的過程 我想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 這也是你們出來抗議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過從衛福部的角度來講 他們會覺得說我們其實已經針對了 非常多次的討論了 他也覺得這兩三年來已經跟這些民間團體 有很積極的溝通 那你剛剛提到說 其實大部分都是跟這些照顧的團體溝通 那跟你們有溝通嗎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接觸嗎 還是其實那個接觸的情況又是什麼呢 如果關於這次修法 申選法修法的話 我們是我們這邊是沒有參與到的 那我們知道有一些有半團體參與 但其實這也很關乎我們這次想要修的第十條 雖然就是有一些所謂的障礙當事人團體有參與 但他們其實就是在整體人數的比例非常低 所以要在做正式的討論跟溝通跟決策的時候 其實還是不對等的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就是參與進去之後 就是那個人數的比例的保障 還有就是相關的會議不是只是形式上參與 你還要提供很多無障礙的一些措施 搭配跟合理調整 這才是叫做真正的能夠充分讓障礙者參與 要不然他們常常也會覺得說 有要幾個障礙團體當事人代表就好了 但對我們來講我們不是想要這麼表面的參與 所以剛剛談到我們在前面談到是一個程序的過程 在這個程序的正義民主的程序 這個程序的裡頭有沒有代表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接下來談到在實際的 這樣的一個法案的修訂的這樣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想也許先請君傑告訴我們這一次 這個修法的重點有哪些 你說關於衛福部的話 對 日提書就是當然就剛才講的一機構為主嘛 然後還有放入了合理調整的概念 然後在無障礙的部分好像也有做一些修正的部分 對那最後就是比較是針對機構的一些管理 或者是一些負責人 他們應該有資格或者是一些懲處的部分 對那這是我目前所大概了解的部分 嗯李雲呢要做一些補充 就是剛俊傑講的社會福布版的說法 可是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 啊障礙者非常非常多的狀況 包含一些分配不正義的東西 我們很難放進去 比如說很多很多東西是別障礙者說 哦我的我的用具 我的符具都等我嚴重才給我 可是我不嚴重的時候給我 是不是就可以讓我不要那麼嚴重 不要花更多政府的錢 很多這種分配上的東西 我們很難塞入法條 所以我們的版本比較是各種塞進去各種防堵 可是你要說我們有哪些重點嗎 其實都是我們生活上的一些各式各樣的可能 比如說第十條剛剛有說的代表性 就是不要再為我們做決定 因為我們不是被處理的人 我們是要爭取自己權益的人 我們是一個普通人 我們正常人的權益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難放進去說 我們要怎麼樣處理 比如說我們也談了很多條 不管是吳章岩也有談 然後教育也有談 我們就每一條都各式各樣的生活都放進去 但是可以過幾條 我們也是很努力在過這樣 嗯嗯嗯 剛剛有特別談到衛福布 我自己查了一下衛福布他提出的四個修法的重點 一個是維護身心障礙者型的權力 就是剛剛談到的這個無障礙空間 然後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這裡面其實這個項目裡面就提到 剛剛所謂的身心障礙者參與的比例 然後再來是完善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 是服務對上的權力保護機制 這也是李雲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退場可能類似的這個問題 還有這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通報責任跟協力 還有推動國家政策 也許我們可以針對這四個部分來 再做更多的討論 我想第一個就是剛剛一直在談到的 這個所謂的民定身心障礙者代表參與的比例 可以請君傑來告訴我們 這個民定身心障礙者參與的比例 目前衛福部的這個修法的意見是什麼 他們希望那個比例是怎麼樣調整 然後是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人 而你們自己的看法 覺得他應該是有什麼樣的代表性 以及這個代表性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比例的 他們現在的版本就是身心障礙代表 然後學者專家民間機構團體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裡面身心障礙者的人數不得再少於二分之一 而且他是有特別講要均募各個帳別 那其實這樣整體看下來就是四分之一 得機會讓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參加這個會議這樣 所以你覺得這四分之一是不夠的沒有辦法 對於你們有這個代表性 非常不夠如果要就是會議表決的時候 然後光是這個人數就是沒有辦法意向會議的結果 嗯 而且其實不同帳別要怎麼代表 恐怕也是另外一個問題吧 是 嗯 嗯 OK 李雲要補充 就是那個四分之一的問題是裡面很多奇怪的代表 比如說像機構代表學者什麼 可是那都不一定有身心障礙本人代表那麼直接 可以去講完我們的經驗 嗯 那我覺得說那個那個比例上是不是可以再稍微想一下 不要這麼多人然後就等於身心障礙的代表 因為其實那個東西是不太一樣的意思 而是我們整體的代表 我們如果占二分之一 我們可以為我們自己的事情做決定 這樣還是足夠的 不然我們都會被其他人代言 這樣有點危險 嗯 這樣的意見有跟衛福部或是相關單位表達過嗎 那他們有什麼樣的回應呢 嗯 其實在這個之前有有表達過 但他們就說 因為原本的會議其實有相關主管機關 跟一些專家學者等等的人數 整個人數加起來就差不多30多個人 那如果就是障礙者的人數 各障礙類別都要進去的話 就是會議人數過於龐大 然後很難就是讓會議能夠順利 他們的進行等等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很困擾 嗯 另外一個其實也是我想是很多人在關心的 這個無障礙空間的問題 我也許可以請兩位跟我們分享一下 或是跟我們談一下 目前 衛福部相關無障礙空間的這種 所謂的規劃或是法律的修訂 是什麼 以及你們同意他們現在這種做法 還是有哪些要改進的措施 因為我想這個議題其實已經非常非常久 我都記得我自己在大學的時候 自己在校內 校內裡面就辦過這個無障礙空間的這個體驗 就是在當時的校園裡面 大學校裡面就有非常多 這種不合一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我們就會讓同學們坐著輪椅 然後去體驗每一個 學校裡面的場館的措施 這其實 這其實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 那我不曉得現在無障礙空間 實際的落實的狀況是什麼 而衛福部修法在這次修法當中又怎麼去討論這個無障礙空間的設施呢 關於無障礙的話 其實我們民間團體很希望用一個專章的概念來去規範所有的無障礙 然後因為其實現在過去以來就是無障礙的一些規劃都比較是硬體的措施為主 那其實老實說我們就是除了政府的就是公部門的一些義務機關必須要無障礙之外 我們會希望就是還是對於民間的部分有一些就是具體的一些措施跟改善 因為其實身心障礙者不一定每天都只會去圖書館 或者是一些公務的公共的就是所謂的公共的空間 還是會有一些其他的空間會去希望有無障礙 對那還有就是另外一個是資訊的部分 其實在過去的無障礙比較不會談到就是 比如說像手語聽打跟異讀等等的相關明確跟規範的保障 還有就是視覺障礙者他也會需要網站的無障礙空間 這些其實在我們這次衛福部的修法 並沒有非常的具體跟系統化的一個改善跟法令的一個保障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我們也是非常反對 那剛剛講其實我們最大反對除了參與之外 就另外就是其實他們對於住在社區95%的身心障礙者 每一天遇到的非常困難的一些議題跟生活的空間 還有個人協助就是我們講的個人注意的部分 完全沒有在這次修法去做太多的改善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部分必須要再加強的去推動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去跟他談個人注意的部分 不過你剛談到一個是我們在談無障礙空間裡面少被討論的 我們在談無障礙空間大部分都會談到的是一個空間硬體的設施 那剛談到其實在所謂的國家的相關的機關 公共機關裡面會有比較明確的規範 可是在私人機構裡頭 他未必就是真的能夠去體貼每一個使用者 另外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就是 所謂的文化權利的部分 就是我記得幾年前我們的身心障礙團體其實也 NCC去抗議 然後到這個相關 我記得當時還有文化部去抗議就覺得說 是不是很多的場館應該要去做所謂的雙語的服務 或者是說在電視是不是要求某些的公共的頻道 無限的頻道 他必須要去做這種所謂的隱藏式字幕 或者說所謂的 讓這個所謂的聽障者 他可以看電視 或是讓視障者他可以聽電視的這種不同的服務類型 所以在這個部分相對之下 那你也覺得是比較不夠不充足的嗎 到目前為止的這個國家的相關的建設裡面 就是因為非常不充足 而且在這次疫情的時候更反映他的急迫性 跟就是他的問題 對 因為像很多新聞啊等等的 其實是在衛福部的新聞是有無障礙的 就是在過去這幾年疫情的狀況 那可是我們發現如果在其他相關的主管機關 他在播報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收益 或者是聽打 那造成就是聽障者會對於這些資訊取得落差非常大 對所以我覺得或者是像軟體 像我們在防疫的時候很靠手機的那個失聯制嘛 失明制就是要查QR Code的那個條碼 但是這樣子到底怎麼去知道QR Code的條碼在哪裡 對那登錄去取口罩那些都沒有去考量 那就回到我們生權法 根本沒有一個完善的規範去想到各張別的無障礙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透過疫情 讓我們覺得更急迫的在這次要有一些障礙更多的修法 這樣子 但是我很好奇的問 那你剛才談到東西其實是我想絕大多數人 包括在我站內都沒有思考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掃QR Code 那個事實上他到底怎麼掃QR Code 他有辦法到這些便利商店 或者是到一般的商家去消費嗎 或者是維持基本的民生嗎 你們那個時候是怎麼辦呢 怎麼去面對的 我們是這樣的朋友 他就是要不然就是要問路人 就或者他進去的時候 剛好有守門人就擋著 告訴他在哪裡 就是變成說非常的不方便 那其實或者是視障者 像我們有些肢體障礙者 他手是沒有力氣 拿起手機去掃 那手可能也不方便 他不是有所謂的一般的五根手指頭的狀況嗎 對就是其實會困擾到 蠻多不同的障礙者 那我們就變成手沒辦法舉起來的人 就要找路人 其實我們都找路人 或者找旁邊有陪同的人 那我覺得又是一個困擾跟障礙 所以我覺得這些政策 都沒有找我們本身在生活社區 整個每天困擾跟障礙的人 然後就設計了出一個東西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就是代表說 他們不了解我們實際的一些生活的樣態 嗯 李渝呢 你自己在實際的生活體驗當中 或者說我們剛剛談到在疫情裡頭 有很多不同的障礙 他們面臨到 雖然政府感覺好像有做很多的公告 有做很多的這個防疫措施 可是落實到這個身心障礙者的實際的狀況之下 李渝的感受又是什麼呢 感受比較深的是 其實像身心障礙者有一些相關的服務 我們都被規定一定要 所以快篩才能進去使用 可能一個禮拜要快篩兩次 可是這件障礙者而言 我們很難信任別人 因為我們常常被迫害嘛 所以覺得說我們還要為了這個地方快篩兩次 我們就不去 他不去之後就很多事情就會斷裂 那這個東西其實對我們來說影響很重 因為我遇到很多很多服務的團體都跟我說 其實包含服務團體他們也崩潰哦 他們就說我們想要服務很多人 但是人都沒辦法來 來那不來的話 可能造成各式各樣的退化 或者各樣的狀況都蠻多 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實我看到很嚴重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委員會審議過程中 我們甚至第一天沒有手翻 沒有手翻跟聽打 那聽障的人要怎麼參與 或者是很多各式各樣 像是像是一些不同的參與方式 資訊都不一定政府都不一定有做到 那我們要怎麼參與這個法案的過程 我都非常懷疑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事實上我們這樣談下來有發現 所謂的掛號還是要掛號所謂的正常人 他事實上是沒有辦法體會到身性障礙者 在生活當中有非常非常 看起來好像是瑣碎的細節 可是瑣碎的細節對你們每一個人 他都是很重要 就是你能不能夠去在社會裡面 所謂的正常生活 你能不能去參與公共事務 你能不能在這裡食衣住行 這些小的細節都應該要有一些必要的保障 而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讓我們的意見加進去 恐怕這也是得要 我們要特別去關注的一個議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回頭請教兩位 事實上在剛剛也談到了很多生活上面 感覺是很瑣碎的事情 我相信有更多是一般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思考到了 我們也希望這樣的一個意見 大家也可以把它轉給立法院 轉給衛福部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多多的參考 所謂的身心障礙者朋友的意見 我們先休息 待會繼續跟大家做相關的討論 我們寫在多 拔子寫滿了 但還是被忽視 被看不到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非常的憤怒 所以我們在今天發起 就是障礙者黑子革命聯盟 我們會監督這次的修法 我們不會輕易的就讓它快速通過 我們一定要會讓在這裡面的修法 加入我們剛剛非常重要的在意的篇章 我們其實有參加了衛福部為我們召開的會議 但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一連串的行動 都是回到最原本的 我們其實很希望障礙者本人 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聲音 能夠反應回應到政府的政策 但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這樣的實現 甚至連這次 因為我們上一週的那個抗議行動 而為我們臨時召開的會議 都讓我們措手不及 上星期五馬上通知 而且不是通知所有人 有些人其實還是沒有得到這個資訊 然後寄了非常多的資料 都叫我們今天要來開會 很多障礙者拿到非常厚重的紙本 而且在一天兩天之內要迅速讀完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還有我們要出來參加會議 我們要急速的找到個人助理 其實這也困擾了個人助理 要撥開其他的時間 然後來支持我們參與會議 這些東西到底 這只有障礙當事者或障礙相關的人才能夠非常切身了解 但我們一再在會議表達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主席還是希望我們今天能夠把進度走完 然後把會議召開 那我們實在是無法接受這樣平行時空的對話 今天這個會就有點像 就是好像說 我們資訊員那個大家代表同意啊 但是我們好像就沒有辦法說 我們同意了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告訴我們會議記錄 常常都是這樣子的嘛 然後我們忽然被開這個會沒有什麼內容 然後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被八倍數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每一個在場的每一個人的聲音其實都很重要 每一個都非常的在乎生意障礙者的團體 但是這個會議休太少 就是太太少次了 然後我們的聲音也沒有辦法好要被整大進去 我不相信每個團體都同意建案的版本 但是就先行政院的版本 包含說每個版本 大家的聲音都沒有充分被資訊 但是大家都是這樣子一直被和洩掉 我覺得是非常的難過 因為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一直往前修 但是政府動得很慢 而且我不知道是忽視還是政治力量 我不太明白 那就是非常的忽視我們的聲音 然後也非常的不願意動這個法苗 其實它不會難 因為我們要的是資源分配正義的問題 不要讓我們很嚴重 之後再給更多錢讓我們住院 我們這一開始就好好 好好讓我們變好就好了 其實這個東西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他們不願意聽到 我就非常可惜 這個修法其實 在108年就有開始去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 但其實裡面的身心障礙的本人的代表 幾乎是非常少的 那這個權力公約 所以我們國際我們身心障礙的權力公約 已經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國家已經簽署了 但我們的政府現在還在平行施工的修法 所以我們感到非常的憤怒 那剛剛我講了就是為了這次的一些機構虐實的案件修法 但保持說我們其實有很多障礙者 居住在社會在社區裡面 在社區裡面看似住在社區其實也是像住在機構裡面 因為我們很難出門 我們很難就是像一般人一樣能夠正常的吃三餐 正常的想去上廁所 想要去任何地方就去任何地方 我們其實住在社區也像住在機構裡面 那這些東西為什麼在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正式 然後卻因為的就是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修法 這麼重要的這些人群們 我們有不同的分別在這邊 那我們的聲音我們想要參與 難道的都不行嗎 那在這麼短暑的會議裡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跟大家討論 大概才一兩年前 我們自己的夥伴組織就有在討論 當時我們在做這樣的準備的時候 我們是很希望有機會把這些聲音傳達給立委 或者是政單位 但是這一次的修法 非常的康復 我們是一瞬間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還來不及把我們的意見 各個團體的想法 交給立委 或者是新政單位 可以理解我們的就是實際的一個討論 然後這樣子的會議突然召開了 那政府看起來好像只是希望 哦!我上愛者出現 然後我們有要上愛者來表達 但是事實上這個程序都是有問題的 那縣市政府的這種服務或是稱之不齊 它就得看你自己障礙者住哪裡 那可能有的三以二 有的地區 它的這個政策是比較完善 那這個障礙者會得到比較多的支持 那有一些人住在這個地方可能比較偏遠 那它的得到的支持就少了 全國性的這種政策稱之不齊 那障礙者就要看自己的運氣 這樣子我覺得是違反人權的 那其實我們除了修法問題 還有我們也很擔心 就是說修法完之後的落實也有問題 像很多政府的一個法定的一個服務 它都有所謂的支付 我曾經有問過很多生意大學朋友說 為什麼我們不去申請政府的個人支付 或是所謂長照的一家服務 他們告訴我說 因為他們不是低收入戶 他們要付所謂的30%或16%的支付 當我使用的服務越多 我發的服務越多 那根據我們勞動部的一個統計 我們指定應障礙者 它的平均金錢也走到你們的其中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那它怎麼會有那麼足夠的所謂的 經費去使用政府的法定 所以政府美其名它有非常多的服務 非常多的支持 可是他們又在實際的執行跟規劃 跟落實在地方政府的時候 下了種種的門檻 譬如說評估是一關 制付而是一關 這些都是造成我們使用上的各種困難 在我們的社區上的裡面 有所謂的不同的族群 比如說有很多的資本交織 比如說付原住民生育大愛者 然後還有更多的 比如說LGDV 他們都是在一個障礙 障礙者的身上 卻沒有 卻沒有更多的看見 在我們這次的選擇裡面 卻沒有針對這些議題去做討論 就像我自己而言 我自己是原住民 然後是在海安鄉部落長大 在那邊沒有障礙 沒有社會資源 我們必須要到社會上 去到一般的外面的世界去生活 然後我們跟我們的生活 完全是斷裂 你現在問我 我會不會講原住民言 我完全不會 我就算只能聽 但是我不會說 那這算什麼原住民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誰 所以我跟講阿根 就是我們的政府來說 我們的環境 不是只有一個族群的組成 我們是一個共和環境的社會 我們在這裡的訴求就是在這一波的修法 能夠納入無障礙的專章 還有讓障礙者可以在自立生活 就是社區自立生活的專章 還有各個不反歧視跟合理調整的專章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15年 歷經15年都沒有修這樣的法律 那對於這次因為修法 是處理機構的問題我們也十分認同 但我們不認同的是整個的程序 還有就是召開會議的 沒有兼顧障礙者的需求 沒有障礙者的聲音 我們當然不是說要一步到位 或完全都聽我們的 但是我們連一個對話的基礎的平等都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樣好好的坐下來看 聽我撒言 聽我撒言 沒有撒言 還我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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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修法 停止修法 不要空言 不要空言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我們有Podcast頻道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來訂閱收聽收看 也是但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報導 做更深入的訪問 讓我們一起來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討論一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議題 但是相對之下也並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的 一個法案的修改 就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他已經15年沒有修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社會的 人權的意識也好 或者說實際的狀況也好 或是整個環境空間的演變也好 他事實上都在做劇烈的變化 所以修法 在這個時候修法 我想是必要跟迫切 但是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有提到的是 這些修法的過程 其實有很多的細節是沒有考慮到的 為什麼沒有辦法考慮到這些 實際使用的細節呢 是因為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身障團體身心障礙團體會覺得說 我們的意見都沒有直接的在裡頭 也沒有受到邀請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就邀請了兩位來賓 一位是林君傑 他是台灣障礙者黑子革命聯盟的召集人 君傑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台灣精神受苦者群聚會的發起人 李雲 李雲好 大家好 我想我們再延續在上一段的話題 上一段的話題其實君傑有提到一個概念 我想這個概念可能絕大多數的人 並不是很清楚 叫做個人助理 個人助理是身心障礙者的個人助理 他平常都在做什麼 跟你們是什麼樣的關係 在法令當中有規範這種要提供 這種所謂的個人助理的相關的服務 或者是保護保障嗎 個人助理其實是蠻多身心障礙者生活上很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因為身心障礙者就是有所謂的身心限制 那他在執行生活上的一些事物跟動作會是有困難的 肢體上的障礙者可能就是他 比如說像要喝一杯水 可能就要有人幫他拿 拿就是杯子起來喝等等的 就是非常個別化的一些生活大小式的執行 他有別人看護或者是居服員這種照顧的角色 因為他會是以各個人的習慣跟喜好 然後比較是主動詢問被動協助 他不是說來take care 所以我覺得天氣很冷要把你穿外套 沒有就是天氣很冷 你還是要問他你需不需要穿外套 跟那種保護跟照顧的概念還是比較不太一樣 那他是社區上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像真人障礙者可能就會是或者是視障者 就是他其實是跨障別的 不像過去像居服員來講 都是比較是以肢體協助 然後比較是以居家或周邊的一些基本的生活的概念 他可能會因不同的障礙類別 比如說視覺障礙者他可能個人注意就是協助他 因道怎麼走在外面很亂的馬路上或棋樓上 或者是有一些紙張的文書拿到的時候 他可以唸給他聽 那就依不同的障礙限制去補強 那個需要幫忙的部分 那心智障礙者也是 就是像我們台北捷運就很多的路標指標非常亂 對於心智障礙者或一些理解力低的人來講 就不知道怎麼轉線等等的 那引導的部分或解釋轉意的部分也是個人助理會做的 所以他內容很廣泛 對 所以個人助理就是他可能在你們需要的時候 他會在你的旁邊去做一些生活上面 或是資訊上面的一些相關的協助 那如果我要自己聘這個花費應該很可觀吧 就應該很高嘛 那所以政府有一些相關的補助或是協助 在這個個人助理的部分嗎 對就是這個服務是在2011入法的 對之前其實完全是沒有 我們過去都把照顧這件事情放在家人的責任上面 或者是叫你自己去請那個外籍看護 那政府不太忠視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在2011年就強調障礙者也有自主性 然後想要自己要過自立生活的部分 所以入法以後在第50條裡面 其實在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他其實在本法就是母法裡面 其實沒有個人助理這個字樣 他是包在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裡面 然後再衍生辦法去規定他相關的內容 那這次我覺得最大的爭議跟我們目標是希望他把個人助理 犯母法上面他事實上有更明確的保障 因為到辦法可能到實際執行上面 每個行政機關也許會有一些不同的考慮 或者是剛剛談到資源的狀況不同 他可能就有一些變化或是不足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是因為其實犯母法是需要經過立法院的通過的 但辦法的話其實行政機關他們自己就是做個討論 然後就很可以輕易的去改變那個辦法的內容 這也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困境 就是現在他們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 所以就是變個人助理他會有一些 我覺得在一些地方他會有時速的上限 他會自己就是有規定時速的一些限制 或者是服務的範圍 可能你要外出才可以申請個人助理 對但這完全就是違反原本個人助理 就個人協助服務這個本意 他其實是不分場域跟項目跟內容的 而且他的時速也應該要因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他們的預算多寡去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和時速的部分 而不是就是一律就是60小時的上限 去規範每個人的生活的自主性 李玉是做一個也是在這個被一般會归類 叫做這種精神上面的一些障礙者 也會有這種所謂的個人助理的需要吧 其實我們生活上因為常很多地方都很困難 所以我們也是會需要 比如說憂鬱的時候會用到 不憂鬱的時候 可能那個時速就沒辦法說每個月都60小時 因為這個月不一定要憂鬱 那個彈性就是需要 然後其實這個資源上有很大的問題是 上次會不會跟我們說 他們今年增加1000萬的預算 我們一共有8000萬可以做個人助理 那就是說個人協助的部分 我們就是一個人一年加65塊 65塊可以做什麼 可是想反觀是在機構的部分 他一年就增加了11億的預算 差非常多 人數上跟錢上差非常多之外 他們還說個人助理沒辦法增加 因為我們的錢都用不完 為什麼用不完 因為剛剛有說到喝的數量不夠 然後我們很多人很需要 可是他不給我們錢 然後之後說我們只有8成預算 的話不完我們會再努力 我就不懂那個邏輯在哪裡 對很難能懂 嗯嗯 再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一個還蠻 我不知道應該對很多人來講是瑣碎 甚至是一個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去關注 因為前一陣子我自己的課堂上面 有同學報告月經平權的問題 那其實在這一次的修法過程當中 其實范雲委員也提到 要是不是應該要針對這個 生臟者女性生理用品來做一些提供 或者是一些補助 那我想要請教在 女性生理用品對於生臟者而言 他的在一般使用狀況 他可能會有什麼樣困難 那事實上你們也提出或者是范雲委員提出類似的 這個修法的建議 不過衛福部似乎認為說 其實已經有一些所謂生活補助了 不必要特別的去把這個女性生臟者 生臟者女性生理用品這個東西 是納入在法規裡面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呢 其實第一個要拿到政府的生活補助 那個門檻非常高 然後就是他會綁就是整個家庭的收入 加戶的計算等等的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得到生活補助門高之外 就是他的補助的那個金額也非常少 因為像現在就是我們每一個月的生活 就是物價也不斷的上漲 但其實他補助的非常的少的部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獨立出來 去做一個保障女性的障礙者 她在生理用品等有一個就是 這樣的一個減輕負擔的一個保障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對那其實我是覺得 除了障礙者之外 其實有需要的女性 我覺得應該都需要得到這樣的政策 但只是因為在這次生權法 我們有看到很多的一個障礙者 其實老實說我們在 我們在受教的機會就已經比較少 那受教的機會就等於說 你要在社會上取得工作的機會 又相對的更少 所以我們要就是能夠生活 每一個月的那個花費 除了原本自己障礙而產出的 醫療花費也好 或扶居花費等等 人力花費之外 其實我們很多花費是比一般人更高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東西 必須要去看整體不同族群的生活的脈絡 然後去給這樣的補助 這是很需要的這樣 的確我想這是一個越來越 必須要去關注的議題 在特別是過去 以所謂的男性 作為一種立法思維的狀況底下 對於這一個所謂的女性生理用品 是不是應該有一些更平權的做法 包括補助在內 這個其實最近這幾年在台灣的社會 也蠻好的 越來越多的討論 剛剛君姐也特別談到說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 生障者的需要的問題 他可能是整體要納進來一起思考跟討論 李昀的看法又是什麼呢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生活補助舉個例 譬如說像是我生病10年 第10年我才拿到生活補助 第10年的狀況下 我拿到3700塊一個月 那我要怎麼過生活 我光頭版會在每天買完了吧 對啊那東西非常少 而且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社會在讓我歧視污名不讓我走工作 那我工作原本3萬塊變3700塊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分配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社會看不到性別 傷害者沒有性別 我們就好像不用有性的一樣 可是這個東西是一個開始 就讓大家知道障礙者 除了是障礙之外 我們還有性別身份 我們還有不同的身份 我們還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那個3700不應該這樣分配 而是每個人有不同的需求 應該要好好在每個層面好好思考 而不是每個人在3700打死 你說一個月只能花3700 這樣就夠了 怎麼可能夠呢 對啊這很奇怪的想像 所以對我們來講 生活補助的費用其實已經是不夠了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生理用品 這其實是一個必需品 然後你又放在生活的補助裡面 他事實上就會去排擠掉 原來生活補助的一些金額的支配跟分配 那這個其實就是你們覺得 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另外一個 李韻也提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似乎把障礙者 是沒有看到這種所謂的性別的狀況 也就是說 在每一個人他可能會有一些多重交織的 這種所謂的壓迫或是不平等的問題 所以有些東西在立法的時候 可能得要更細節的去考慮 當然是不是定在法規當中 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可是有沒有考慮到 又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最基本的面向 另外一個問題我也覺得 其實我有點不是那麼的明白 就是所謂的安置跟所謂的住宿安排 就是在過去的法規當中 事實上是用安置 就是有關於身心障礙者相關的安置的問題 但是其實民眾島 或是包括你們覺得說 這個字眼其實是有某種的 造成社會的誤解 甚至會有某種的疾世的問題 那你們會覺得說 應該把它改成住宿的安排 這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就是住宿的安排跟安置 它可能本質上面 實質上面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你覺得 在這個字眼上面 應該要去做一些調整 就我的觀念 我覺得安置就比較不會是一個 好好對待人的一個方式 好像安置一個物品或什麼的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 速度安排或服務提供 可能會比較是有一種對等的概念 因為安置好像比較是單向的 就是我幫你安放 置放在一個地方 但我們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服務 我們都會希望有一個對等的溝通 然後障礙者也是必須要參與到自己的服務 怎麼是被決定的 不是被決定的 而是我們是討論出來的 不是誰來安置我 而是我們去溝通現在狀況 然後我們去來一起決定 我該去哪裡 或我要去接受什麼服務 我相信應該不太會有人喜歡 用我被安置這種詞 就聽起來就覺得很奇怪這樣子 所以安置這個詞本身 就是好像是一個被動的安排 那這個安置這兩個字 其實就是反映出某種的一種 立法者的一些態度 或者是所謂的 掛號是要掛號所謂正常人的 這種所謂的觀點跟想法 可是 是不是安置是一個要討論的議題 但是他更重要是實質上面 這個所謂的住宿或是這些居住 或是之後的生活的安排 應該是一種共同討論 而不是被某些的專業者來做決定 李雲的看法又是什麼 因為我以前做過社工 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 除了住宿以外的安置方法 比如說安置到學校 就業安置 就是幫某個庇護工廠去工作 比如說 應該說政府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安置應該 不應該這種安置法 比如說你就學的安置 是把你放到技術學校去技術 可是這個東西都沒有經過任何的討論 也沒有辦法經過當事人的權益被代理 就是那個代理性很詭異 就是說我聽了你的意見 然後我幫你去處理 而不是你的意見可以放進來一起討論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變成說我被放置到某個地方 我就不能再變了 變也很困難變 然後我就被放置到那邊 那個字很危險 可是那個字的主要台灣只是因為 你住的地方有危險 或你住的地方不太適合 我們要幫你住到別的地方去 他應該是一個住宿的改變 而不是應該說 我幫你整套決定 這樣很危險 的確這些字眼 我常會覺得魔鬼藏在細節裡 在某些字詞的使用上面 他其實背後是有一些意涵跟價值 那把這個意涵跟價值 談清楚是不是要去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值得關注的細節 不過其實也會有人覺得說 你們討論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我們當然也應該要去做一些改善 可是修法是修大的原則 那這些東西有些是在於辦法 或是在一些條例裡面 或者是一些細則裡面就可以定的 為什麼你們覺得一定要堅持的 把它定在這個所謂的母法當中呢 剛剛講的我自己就是剛剛有提到 這是定在母法的話 比較是能夠有一個權益保障的概念 因為辦法就真的是很瑣碎的一些細節 我們是同意比較瑣碎的執行細節 是可以定在辦法 但比較是像剛剛 不管是無障礙交通 無障礙也好 就是無障礙有分交通 或硬體的設施或資訊的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是定在母法 就是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 以權益保障的概念 就是明確的宣示 身心障礙者有這些權利 那政府應該有義務做到哪一些 這些必須要很 就是以法的位階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會是比辦法更高的 那當權益受損的時候 我們也比較有一個明確的法條 可以去做救濟的部分 那如果都是攜帶辦法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法的位置會太低 然後另外就是很容易隨意被改變 我覺得這是非常沒有保障很不安全的 像我們最近個人助理的服務 因為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要去 我們就透過身心障礙者權益公約 去打那個訴訟 那我們在就是 我們要找內生權法的法條 找不到太多法條可以引用 因為其實寫得非常的曖昧跟不明確 那就覺得很困擾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管是以法的位階來講 或來運用也好 或者是來讓各個機關知道它的權利義務 對它的權利義務 我覺得這些東西 比較很重要的是要寫在母法裡面 在這次的修法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看到身心障礙的一些朋友 事實上是有一些意見 不過好像也有一些些跟過去 比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開始有手語的直播 甚至提供所謂的聽打的這個服務 那這種聽打服務看起來 剛剛特別談到說 對一些這些身心障礙的朋友 是一個非常重要 不過為什麼以前沒有 而現在才有是經過什麼樣的一個 過程你們去爭取 或是透過這個委員的協助 來去爭取得來的嗎 因為這次修法 其實不只我們很多障礙團體 都覺得突然的要說通過這個法條 他們也非常的惶恐 所以就是有去非常關注這個事件 那我們就是看立訪有點轉播等等 後來就聽障礙團體發現 為什麼只有手語 可是沒有聽打的這個部分 然後老實說很多人都會誤解 因為聽障朋友 只要給他手語就可以資訊無障礙了 但老實說聽障族群也有分很多不同的樣態 就是有些人其實不會 不是透過手語來取得資訊 他看不懂他需要文字的部分 那就有去反映 那有很多委員就是很幫忙的幫我們做爭取 但是我們發現他們得到的資訊有誤差 因為行政部門 我們最近是哪一個 待會跟他們講說 沒辦法即刻的馬上有那個聽打員 進去到裡面 必須要一個禮拜前申請 所以也就是說 要下一個禮拜的會議 才會有那個聽打員進來這樣子 然後剛好那天我們在立法院的門口 做那個陳抗的記者會 對然後我們交的資訊 我就馬上跟那個立委的助理講說 你有那個陳抗記者會 那個聽障者的 聽障者協會的那個理事長也在現場 跟我們一起在協會裡面 那他也是負責台北市的手語翻譯業務的一個單位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趕快跟那個立委的助理講說 其實是可以馬上去做申請的部分 那能不能即使拍到人 單位他們自己會去做協調 所以後來透過這樣的一個資訊傳達以後 助理趕快跟裡面的 立法院裡面的人講 然後後來就馬上的就申請到了 就是聽打員即刻就入住進去 入住進去的這樣子 對 資訊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對於服務 比如說真的是 就剛講的就是聽障者真的收益就好嗎 其實有不同的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服務到怎麼申請 我覺得這次我們也看到很多行政單位 會講了很多的一些訊息 我覺得都不是確切的 可是這個東西都是資訊很混亂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多的一些 合作跟資訊的討論跟連結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而且是一個非常實務上面的一個例子 就是立法院或者是我們在這些修法的時候 我們好像有做了某種的這種身心傷害者的服務 例如說我們可能有手語就夠了 但是這個其實只是一個從立法者 或者從一個照顧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可是經過了你們的這種察覺 經過你們的反應 經過你們的意見 事實上又增加了剛剛談到的這個聽打的服務 可以讓不同帳別的人 他們其實也一樣可以去參與到這個立法的過程 我想這個例子充分的顯示出 這樣的一個法令的制定 或是未來會相關的一些機構的組成 或者是一些委員會的組成 身心傷害的朋友在裡頭的一定的比例 或是立法者主動的去收集邀請 你們的意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而這個基本的民主程序 才有可能讓這個法案定得更適切 相對之下也能夠更完整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均傑跟李雲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可以一起來關心這一次修法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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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